临近父亲节 有阴霸之称的何烈胜 陪伴儿子何怡德 徒步翻越四姑娘山大峰 培养孩子的意志力 6月19号 中国新闻社记者 见到了刚刚从雪山归来的 这对充满着故事的父子俩 据何烈胜介绍 在准备前去攀登雪山时 他和孩子们都做足了功课 希望用一份特殊的父亲节礼物 赠予孩子 希望孩子面对困难时 不畏惧不退缩 我们这次排的是四川的四姑娘山 这个山比较高 它是在5000米以上的 而且它有很多的积雪 四姑娘山 它主要有四个山峰 就是它有大峰 二峰 三峰和妖妹峰 交谈中 罗袍蒂何怡德 饶有兴致地 同记者分享了 此次徒步雪山的经历 我们还进行了 就绳索的训练 14号我们就去大本营 路程在18公里的样子 第二天早上三点钟 我们就往上爬 到4500米的海拔的时候 就基本上全是雪了 然后我们当时 雪都到腰这了 我觉得这次爬山很累 但也很有意义 然后呢 就是也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和妹妹何怡静一样 爬山很累 是他们兄妹俩最大的感受 爬雪山不害怕 就是会当时很累 而且当时在爬到 就快到顶的时候 有一点开始高反了 因为一直爬还是很累的 对头一次登顶5000米以上的雪山 何怡德还是感到很开心 他称这是父亲送给他和妹妹的一份 父亲节礼物 值得纪念 我觉得比较特别 因为这次不仅是我去一个爬山 而且也是爸爸在父亲节的时候 送给我的一个礼物 父亲才到了 我就把他作为一个父亲 送给孩子的一个最好的礼物 让孩子们感受到 人生就是雪山 越往上走 它会有不同的风景 越往上走越是人烟稀少 越往上走越艰难先走 但是越能看到跟别人看不到的风景 我觉得最好的礼物是两个字 陪伴 对于这种磨练的教育方式 何烈胜自信满满 他称为孩子准备困难 比甜蜜呵护更为重要 我认为苦难教育 是人生最好的维生素 我们探险不冒险 毕竟是上高原 那么对处理不当的话 会对身体会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我们特别的小心 也做足的功功 回到南京后 何怡德坚持自主学习 朝着既定目标继续前进 我本科的论文写完之后 本科就可以毕业了 还有MBA课程学习 然后可能后面还八月份 可以去爬牧师塔格峰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未经许可以认为